毛巾是许多人每天都会接触到的日常用品 小心清洁不当恐对健康造成负面影响 对此胸腔剂重症医学科医师黄轩表示 根据研究发现毛巾只要三天没洗 病菌量就可达到约八千万只 就像用马桶擦拭身体般 他指出毛巾常见细菌包括大肠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及霉菌 可能会引发皮肤感染 呼吸道疾病及腹泻等症状 因此清洗方式和晾前环境都很重要 前二到三个月就要更换一条新毛巾 黄轩在脸书粉砖黄轩医师Dr.Oi Hing发文 说明家中毛巾清洁的重要性 他表示毛巾上的细菌数量取决于使用频率 清洗方式和晾前环境 他强调毛巾上的细菌会随使用次数和时间增加 若不及时清洗和晾前 可能会造成皮肤感染 过敏或异味 黄轩提到 根据一项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研究发现 毛巾只要三天没洗 病菌量就可达到约八千万只 就像用马桶擦拭身体般 一周没洗甚至恐会达到上一只细菌 因此他建议毛巾应该没使用二到三次就要清洗一次 黄轩进一步阐述 毛巾常见的细菌有三种 分别是大肠杆菌 其会造成肠胃道感染 存在于毛巾上可能导致腹泻等症状 金黄色葡萄球菌 属于常见的细菌 存在于皮肤 鼻子 咽喉黏膜及粪便中 当滋生在毛巾上时 可能会引发皮肤感染 风疹 挫疮等症状 霉菌 其生长迅速 存在于湿润毛巾上可能会引发呼吸道疾病和敏感性皮肤炎等症状 至于毛巾该如何清洗 黄轩说明 可以用热水或肥皂水浸泡10分钟 接着再用手揉搓或丢洗衣机脱水 最后挂在通风良好的地方晾前 另外 新购入的毛巾 也要记得用热水清洗才前进 最后 黄轩提醒 毛巾最好一人一条 不要共用 以免传染细菌或病毒 若有皮肤疾病或丝密处的清洁 也建议用另外一条毛巾 避免交叉感染 除此 毛巾的更换频率也要注意 最好每二到三个月就得更换一条新毛巾 他特别呼吁 毛巾千万不要舍不得洗 等肉眼看到脏污在清洁 细菌恐已增生太多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 感谢观看